各位英俊瀟灑美丽大方的小伙伴 大家好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依然是应变篇 这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四号位的大内奸 主公你选谁 来嘛别不敢选嘛 许优还是挺能打的 我们体验新武将选张虎乐称 张虎乐称何体将 但是你看这个名字你感觉他们是什么 你说张虎乐称近视力 什么不隐匿啊 不是所有的近视力武将都隐匿啊 他必须得有隐匿器他才能隐匿啊 所以张虎乐称是没有隐匿器的一个近视力武将 技能很直接也比较简洁 席诀游戏开始时获得四个绝标记 回合结束时获得插个标记 插为本回合造成的伤害 注意回合结束时 等于你的回合结束时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回合内造成伤害 获得标记 游戏开始时获得四个标记 那么然后呢标记干啥呢 发动突袭发动效果 时机要品配 就是你不能说我出牌阶段发动突袭 你不能说你回合开始时发动效果 对吧 就是跟突袭跟效果的时机是对应的啊 就是这么个武将 好了那么这个是回合内造成伤害才能获得标记啊 回合内造成的伤害 掌标记 那万贱呢就是给你掌标记 那万贱呢就是给你掌标记的 要么丢装备区你的两个牌 要么受到一点雷属性伤害 如果装备区小于等于小于等于一个装备 就是没有两个装备 那就只能受到一点伤害啊 他什么对于你手牌啊都可以使用了 他就直接自行伤害 我们作为内奸低调了 不敢打了也不敢忙了 这个东京跳出来 但是削他你要削他你要丢一张牌 你舍了嘛 对吧就是越境的削果嘛 你得丢一张基本牌 所以说张吾越称到底是谁 习爵 成习父亲的爵位 所以你看他的技能 一会突袭一会削果 再看他的姓 一个姓张一个姓越 所以说他是张辽跟越境的 竹境气缘 张辽跟越境的儿子啊 合体将 那是念称 C1N第一声 张辽略称 好了那这样一来的话 他是相当于朝后忙嘛 六芒七 管他了 然后就象征性里 顺了一下郭图 也不管他 爱咋的咋的 是吧 我们还是削不起他 打 打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打不赢你们 我们还猥琐不起吗 这个地方 要不要抢人头 估计想让一下算 关锁也变急了 先当一个事外人 你们打你们的 我们看我们的戏 是吧 就是这么一样 运筹围困 尤其是功不成下能及 标记来了主攻一下 好了先出一张杀 哎这个是反贼 朝后在忙 把他忙为忠诚 他觉得下人是反贼 所以决斗 因有不败之理 富甲的决斗 壮士当唱大风歌 营小小之徒 能几何 一个杀一个决斗 所以奥才可能是假奥才了 逐进气缘 近的是顺 远的是拆 如果不战 先拆奉顺 因有不败之理 有安能不想 那这样也来假奥才 有四财 奥才 觉得四财 两个都有财 一个财 只有一个财 是吧 壮士当唱大风歌 一职之地 启荣二财 所以说他的奥才 就成了火上 观赏机了 对啊观赏机 复甲的南蛮 可以减少一个目标 但是 救了暴三良 但是没有变关锁 是这样的 但是不变关锁 想看许优的技能 变关锁有好有坏 变关锁 暴三良可以多回一滴血 然后暴三良可以配复 各小怪 他选择了这一步 变之前还发动一次四财 可以变就变呗 我们还是看戏 对吧 拿了吧 Gable要看的to me 要突忠诚了 既然是主攻我也不客气 实际上你有实力嘛 尊重你 你要是弱的话 我偷你嘛 所以说这绝对不是可以 是尊重你 尊重你 尊重你 他的内奸潮口还蛮低的 消他 就这种关锁主攻的话 反贼尽量想直接打死主的 如果你不争取打忠诚的话 这个估计反贼更不愿意打 所以说我们就主动的消忠诚了 他没有距离帮你打忠诚 还可以 连路突突突 宰了他 宰得好 大大有赏 但是其实主攻有真难 就是变关锁有好有坏 反正你看你怎么去评估了 起码我们自己有哪些好处坏处 自己去评估一下 我就不细说了 各位将军 各有什么 动竹先机 观看牌队里的两张 可以脱底 然后再摸两张牌 就相当于是加强版的无中 先关心二 然后再摸两牌 就这个意思 就是加强版的无中 然后如你所愿 牌队的无中生友被取消掉了 四张无中生友 变为了四张动竹先机 突袭吗 一直浪费标记不太合适 我感觉 要不咱们摸牌算了 桃子肯定是要磕的 这个是顺马车 然后打酱油过 反正你也可以顺银王盾 反正就是想要什么顺什么吧 此局不宜久战 必急功已破之 郭图的话 基本上是无了 发动急功了 就没啥说的 主功变成了官属 他一直拖着也没意思 是吧 能打输出打输出 能回状态回状态 回不了 就算回合外零首派被怼死了 还算真难 所以他基本上是无脑的机国 且让小辈先请出战 地贼 可时的官司之勇 动竹先坤 错了 动黄花竹 不对 动竹先机 比喻美好的事情 是吧 比喻美好的事情 在游戏中怎么美好 简单直接的摸牌 对吧 来我去 这家伙 临死之情 临打死忠诚之前 坑一手内奸 为了一个真难 就看这个难蛮 是为了想真难香香 如果能真难香香 或者真难我的话 他就有自满了 对吧 你看 他可以先拿自满 就假设能打死权 可以先拿自满 就不用打死他了 结果仙人没被打死 月称也没被打死 那这样一来的话 是为了先杀我们的 这样一来的话 如愿以偿的打死了忠诚 真难难 但是内奸也缠了 小心被两个反对夹击了 还好 内奸只是缠了 反对也不足够暴力 所以说即使内奸缠了 主攻临死排不多 反对依然没有真取到 回合内造成的伤害 才能斩标记 斩标记就是双技能 突袭消果 但是都要弃一个标记 才能发动 所以这个地方一来是标记五个 目前还可以 已经只有一滴血了 但是你说要弃一张 闪就死不了了 它是弃直一张基本排 所以马车里边的排 是不能消火的 马车里边的排 是永远都只能耐杀 使用或打出 所以不可能丢马车里边的杀 来发动效果 好了 那我们打加油 等时机成熟的话 就收人头进单挑 怎样怎样 但是没这么简单 因为你说 效果强制伤害 那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他还可以选择丢装备 流氓目前有三个装备 所以你如果强制 水烟是雷属性伤害 你烟主攻 我当然不打无蟹 但是你是雷属性 我在切手上 我怕死了 就打了无蟹 结果又来了个雷杀 冰杀 尴尬了 他先出冰杀 我这个无蟹 我就省下来 是吧 好尴尬呀 还是只能当一血的队 消了你 提前消掉装备 为将来打死他 做准备嘛 是这个意思吧 马是飞银 枪如霹雳 可以发动突袭 我觉得 主攻有沈加一 可以一头二 当年可以单头 他是借突袭 单头单摸 也可以 那么我们 人头是选不到的 先把装备淹掉 或者是先压一点血 都行 看他怎么选了 水烟七军是 要么丢装备区里的两个牌 要么受到一点雷属性伤害 他选择直接受到雷属性伤害 当我们牵主攻 不敢往死里坑反贼 往死里坑反贼 结果主攻先把我们宰了 或者说先把反贼宰了 拿人头争 然后宰我们 不敢往死里坑反 但赵云现在怕死 那就削他 趁着主攻被热 削他 他还能挡一手 就装备嘛 就装备这样一来的话 主攻的话被热了 只有一个当仙 单当仙他也不见得有牌 但他牵过了 你妹 赵云丢八卦 让我们给他擦屁股 不打无蟹的话 赵云由他的人头了 只能打无蟹 好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可以 来天过 剪人头 进单挑了 再控也没意思了 主攻已经两血零牌了 你还咋控 最多就一血零牌零装备 但这个太难了 你这会儿不抢人头的话 赵云有可能打你了 也可能不打你了 但也可能被主攻拿走 所以不矫情 其他人说 官处牌不多 单身就很弱嘛 不一定 他有一个自满 自满毁装备的能力 还是很恶心的 但我们这会儿 有一个冰杀 也还不错 一偷一摸 他是戒突袭 一偷一摸 在回合外 先来个效果 看他怎么搞 应该要丢装备吧 他一舍的掉钱 丢装备 丢装备 摸一张牌 那就一偷一摸 然后寒冰 护心镜是一定要打掉的 关键的时候保一命 受到致命伤害 弃止护心镜 然后防止此伤害 所以护心镜 一定要寒冰量 致命伤害 就是大一等于血的伤害 比如说一血 那你打一点伤害 就是致命伤害 两血 你打两点伤害 就是致命伤害 大一等于 可以大于 但这个地方 沈加一没打掉 就有点感到 为什么当时 不打沈加一 打了那个刀 因为那个刀是红的 他能发动武副 但这个沈加一 可能有点麻烦 那你说麻烦的鬼 这突袭加效果 怎么的都顽略他 你要真是突袭跟效果 这个状态还真不需他 但是问题是 你要丢一个标记 你才能突袭加效果 就是单突袭一个标记 单效果一个标记 你是要消耗型的技能 他不是说你有永久的突袭加效果 那倒不怕他 自满也不怕 但现在就搞得比较怕 天机图完克效果 我的个乖乖 这是排队太冷漠了 但是恶人自有天手 你能摸天机图 我就能摸闪电 咱们谁也别说谁 对吧 你也不要说我狗死于摸个闪电 我也不说你狗死于摸天机图了 忽心镜怎么又来了 一副牌是只有一个忽心镜的 新牌对了 天机图 此牌进入装备趋势 弃这张其他牌 现在已经过了 就不用考虑了 但是离开时将手牌摸至五张 所以你如果要消果天机图的话 那感情好 是吧 那感情好 那直接丢天机图 然后摸五张 然后护心镜 致命伤害 我们造成两点伤害 他发动护心镜 气质满 防止此伤害 护心镜又来了 但是不要紧啊 那你说那他致满你的闪电 你不就瞎了 他为什么不致满闪电 他致满闪电 他自己是不能挂的 他怕我们又把闪电突回来 所以说他没有致满闪电 你是没有自满闪电 但是他上当了 他上当了 知道为什么上当了吗 我们不是免费的突袭小国啊 弱就弱在这了 你如果每回合都 无脑的突袭的话 等一会就没标记了 就难受了 所以说 他如果知道我们是不是免费的突袭的话 他应该自满闪电的啊 这一局他摘就摘在闪电上了 但是谁也别说谁 你也勾死云 对吧 你没有天机图 没有一直摸那个护心镜 我早打死你了 所以说那至少进单挑的时候 我们的取舍还是对的 敢于进单挑 然后最后 你狗死云天机图 我狗死云闪电 最终正义站在我们这一边 是吧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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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